他把我说了 那你可以再评一次一遍 然后大家知道一下你学我 这话说的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CK360影响力 先介绍一下 三位嘉宾 唐 唐导 我 郑雷 妙雷 没有兄弟关系 我不秃到啊 哈哈哈哈 今天我们想谈一谈 因为我们是做动画了嘛 然后就这个话题会比较 技术适应点 就谈关于2D和3D 这两个全然不同的一个技术 2D就是一个一个开始嘛 就是从人工手绘 一直到3D 现在蛮流行的一个新的技术 3D动画 然后我们就想了解一下 对各位来说 这两者之间 进化也好 大家有没有 对这两种技术的一些意见 来分享 我先说吧 因为我可能传统手绘做了很多年了 我觉得手绘是动画的基础吧 因为手绘其实 就是几十年了 因为从迪斯尼最初开始就是手绘 现在我觉得有些论调 我不是很喜欢 就是他们会觉得就是 手绘已经是被抛弃了 现在3D是为主的 你看迪斯尼也是没有手绘了 但我觉得可能手绘是 真的是核心 你手绘画得好 动画3D动画才能做得更好 但现在很多时候就是 大家用3D先模块啊之类的 在那边摆 但我总感觉丢失了很多 原来手绘的味道的东西 包括我现在 有时候人家聊起来看我 他说 你那个会画手绘的 我说怎么 我一看很少见啊 我都跟人家说 我这手绘现在都快变成 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因为很多人就是 他们完全不知道 因为我有时候画东西的时候 我在纸上是先画一下透视剑 然后去画人物 然后他们说 你这个还画透视啊 电脑里面 我只要3D Marks里面 这个透视的 原来就有的 但我觉得 原来有的东西 和你手画的东西 其实还是有区别 我真正 我觉得真正好的 就是能把握住这个 而不是直接拿它现有的东西 往里面去填 填出来的东西 我总感觉不是那个味道 可能是我的一个想法 我会分两个层面看 意思你从技术上 那层面去学 和你真正放在那个商业角度去想 在技术层面的话 当然是你 你任何都有需要一个基础 你学会画 你从手动开始 你学素描什么 这些非常的 你学校的劳力工作 是首会开始去训练你的脑 然后 但是在商业的角度 就是成本优先 就是它有哪一个 有哪一个技术 那个方式能减低成本 我就用那一个 的确 的确有一段时间 是觉得3D 因为它能重复一直使用 而且你做一次 然后就不断的去使用 但是后来 其实 尤其现今 你再古计一次 如果2D和3D的话 其实也未必 未必 3D会比2D便宜 或者说 换个角度来 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说 2D 3D 有点像感性跟理性的区别 2D就比较人味 所谓人味就是说 它相对没办法那么精确 然后很多的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过程 每个人在画的过程中 都有少少的误差 或者会有自己的个性的张扬 所以那个就是一种 比较感性的存在 那三维它是经过一个数字预算 是非常精确的 有时候 我其实两种我都喜欢 可是我鼓着你 就会觉得说 2D会有一种温暖 还是一种舒服的感觉 那虽然说3D现在进步到一个程度 它越来越像所谓2D 可是问题是说 在目前这个阶段 还没完全的仿造那一个部分 然后 可是它也达到某个高度 在很多时候它的表现力 也的确是2D有 比较没办法做到的那么精彩 那对我来说是各有各的好 只是我鼓着你大概 还是偏2D那种 那种人味的部分 还是我觉得 我感触会比较强一点 我觉得3D和2D区别的 反而是一个前期准备的东西 3D的前期准备会在前期 又花很长时间去准备 比如你的建物 你的造型 这种东西一旦要修改 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过程 但是一旦做完以后 你摆动作相对来说 是比较简单一点 这后面就是渲染灯光之类的 但是2D的话 其实一开始设计造型还行 就是说大家设计修修修修修改改 我出好多版都可以 然后一旦这样做完以后 但是在中间做动画的过程 画原画加中间画 这就非常的麻烦 那可能就是说 大家用的力点不太一样 而2D的技术要求会更高一点 因为同样3D的话 大家可以分散开 每个人可以各自其之 我们以前一直说做2D的人 他一个高手的话 他可以从头到尾 当然3D也可以 我觉得3D会有点难 我碰到大多数3D都只能说 我能够掌握2到3个步骤 比如说灯光特别好 我渲染特别好 我造型模型特别好 但我动作都不太好 但以前2D是不存在这个 我可以从台本一直做到动画 因为它相对来说 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技能 因为一切复装在你的绘画技巧上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点 比较大的不同的点 换个角度我不晓得 就是像永发 你手背跟电背的 对你来讲的差别 会不会跟2D3D 或许有一点那种相似 我会这么想 好像当以前 这个电脑技术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 画画是很纯粹的 就是你会看那个功底 或者是它分镜能力 讲故事能力 这个是很优先的 然后能不能吸引 但是后来这个 电脑手绘这个 开始进步了之后 它把一些分工分开了出去 就像刚才所说的 有些人就是不想画景 我也不想画景 然后就有些公司 我们提供一些服务 给一些不喜欢画景的人 我就比方说 如果你的创作里面的 那故事是一个普通的街景的话 我就有一个照片库 里面一大堆景 你们去选 什么角度都有 然后把它变成 变成手绘的那种风格 然后加进去 我画画的那个看法是 从第一笔到最后一笔 都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 完整的创作 它中间过程 尽可能不要加插其他的一些辅助 你再多强的手绘 你很难和3D来做对比 就有些那种概念图 可以画到非常象征 那种是普通手绘是画不到的 因为它的那种灯光计算 那种质感是你做不到的 但是 你哪可以任何一些 一些买家或者是喜欢画人 他们宁可 通常是选择手绘 传统手绘多过于电脑那种 概念图那种手绘 他们觉得 不是说不美 而且 而是 他就觉得好像 这样图很多家属于人 就是他不纯粹是你的功劳 还是很多软件也好 很多其他的一些功能放在一起 就少了那个价值 因为那些东西是能复制的 一能复制他就觉得没有那个价值 我讲到这个好像以前 就是说比较多的是 会流行3D去绑2D的一个效果 然后 最近有幕天的那个克老师 你们知道吗 我先到了 对对对对 他都很特别的是 2D去绑3D的效果 然后不晓得说 你们对他的这个 那过程 那个是什么 怎么看待 我看了他的那个 那个制作那个过程 我看开始的时候 我也是全3D的 我也是3D的 但原来不是他 真的是2D手绘的 手绘 然后他有一个新的 一个计算 去计算那个 他把手绘变成一个3D的模型 然后他 其实计算是那个灯光的 那个折射 什么的 然后再两者接在一起 接进去 所以你觉得 哇那个 那个画面很3D的 而且但是又 但所有的2D的魂 又很活泼的 对又很活泼的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他画了一个2D的外型 然后用3D技术的东西包在上面 造成那个 他的动作的线稿已经完成了 应该就是说 手绘的线稿 然后一般我们上色2D的话 就是屏的 最多画分块阴影 他就是在这个屏里面 做渐变 做渐变 然后做那个仿3D的一些层次 看起来很像3D 等于就像刚才讲的 他保有2D的一些生命力 然后又有3D的一个 视觉的一个冲击 这个我也觉得也是一个 也蛮有趣的一个尝试 没有可能我会是 这里比较偏向做3D的一个 我对技术好像3D方面的 我对新技术的东西 都会比较偏向一点 其实当听黑胶唱片 然后转到CD的时候 也有一大群人说 没有温暖的感觉了 只有冰冷的数码感 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不只是一个习惯问题 现在连CD都没有了 大家tmp 所以那个东西更加Digital 那现在好像还会有人这样说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时代交替的时候 必然会产生一种 可能对旧时代的怀念 这种各方面的 而且我真的觉得 2D是会从几几年开始 迪斯尼创造193几年 不知道20几年 我忘了 然后到现在已经多少年过去 都已经100年了 3D产生多久 我们还没看到它完全成长的那一面 终于到镜头 而且3D其实成长是一个非常宽 早期你看那个3D 都是一个木屋那种形式 当到那个操人种总统员那一集的时候 已经不一样了 因为那时候 其实我对3D没概念 我那时候跑到法国去的时候 就有同事参与一个那个项目 然后他就说 太厉害了 那个出来以后人可以拉伸 他说 我说拉伸不是很简单吗 手绘都能拉伸 然后他说 在3D里面 这是一个巨大的具体化的提升 那我才知道 原来这个东西就不断在成长 就到现在我们去看那个 比如精灵旅店3 那里边的那种夸张性 我觉得已经和2D没什么区别了 已经非常夸张 已经做到可以能形变到这种程度 然后其实也在做不断的探索 比如说日本的有一个游戏 PS3时代的 阿熊罗之鹿 他那时候是找了那个 日本的最好的动画 原画师 他把手绘全部画完 用3D的去摆 他也创造一种 又有那种打击感 力度感 然后又用3D呈现一种方式 我觉得3D不断在走各种路线 包括那时候 奥斯卡布什德 那个最佳 短片的那个使人 Faberman的那种 那个 我觉得也是一种大胆的 朝2D靠拢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觉得3D是一个 至少还在成长 我们还没看到他头 但2D说实话 已经到了一个 就是说你走到极限 到瓶颈了 我不知道2D还能再往上怎么走 2D能够走的路 未来就是和3D一起结合 可能创造出不同的东西 或者靠新技术的产生 最后 大家觉得2D动画也好 3D动画也好 接下来 10年后 或10年间 会出现怎样的转变 其实我个人还蛮看好VR的 所以我个人蛮看好VR的 我觉得VR现在受制应接条件还比较多一点 但未来是那个MR这种那种VR和AR的结合的话 它可以给动画带来另外一种不同的体验 那就真的一个虚拟空间了 就黑客帝国早就实现了 嗯 真的 哇 他把我说了 那你可以自己去一遍吧 然后大家知道一下你学我 这话说的 以前我没用过VR PS4一代 哇 这才是新的时代 而且就 你如果看电影的话有个框 VR彻底的没有框 你完全沉浸在其中 其实我觉得电影也是一副无限制的画 就时代在更起 我觉得VR可能是真的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走向 拍了什么 我自己可能倒不会想那么多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这个发展也无限可能 但我只要在当下可能去做我有感兴趣的 去欣赏我感兴趣的 我就觉得就很好 那至于说它未来有什么可能性 我倒觉得保持一个开放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创作技术能一直更新 然后一直会替代 唯一不能 是我觉得是永恒的就是 你把一个故事说好的能力 即便是可能时代的不同 你说故事的技巧可能有些不一样 但是 我们期待往后这个技术的演变 然后也希望有更好的作品 能当大家的眼前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